文字藝術室呢也是我们在做投影片 很喜欢用的很喜欢用的东西 因为它很怎么样 可以说到这些文字的不同的感觉 smartart的话呢 它文字没有办法做什么效果 smartart只是在于文字跟图片的配合 那文字藝術室的话呢 则是跟图片比较无关 它是纯粹的针对文字来做一些效果 那一开始呢 那基本上他要请各位选哪一个呢 我们看一下 他说文字艺术师呢 请你选填满白色的这个 填满白色外框是蓝色的 辐色五的哪一个呢 其实这个啦 文字艺术师进来的这个吧 这个我们选这个 啊如果假设你要选其他的也ok啦 没关系啦 哦反正我们给各位的自由练习 啊如果你要选其他的 你觉得这不好看 你要选其他的也都没问题 都可以哦 你们自己决定 好先把它点下去再说 点下去之后呢 那这边呢 他会先出现这个东西 他说啊 在这里加入你的文字啊 啊在这里加入你的文字啊 所以呢如果你呢不用管他 你出现那一排你就开始打啊 切换到中文把你的台南知识管理 这几个字啊把它打进来 这个是哈是事情的是哈 台南知识管理 大关在大的地方啊 好然后呢知识管理 台南知识管理打完以后啊 他现在跟我们的图片有重叠嘛 他请你放在下面啊 他请你放在下面 所以我们就把他移到下面来就可以了 哦 把他移到下面来 台南知识管理 好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文字大小72几 好因为等一下呢 我们在做那个什么呢 做变化的时候 他会稍微缩小一点 好所以先把字先变大一点啊 好来 那么呢我们拿到常用这边来 把他设为72几 好他底下呢 请你呢设为72几 微软正黑体啊 微软正黑体 好 微软正黑体 红色哦 红色哈 按一下红色 按一下前侧 好粗体哦 粗体有了 文字阴影也有了 最后他说啊 请你把他做文字的效果啊 文字的效果 那文字的效果是哪一个呢 他希望你啊 做那个转换 转换 进到转换 我看一下 转换在这里 哦 你把格式点进来 我们一般来讲啊 我们的那个 文字艺术师啊 你如果没有做什么效果 他就是这样白白啦 哦 那如果你到我们的格式点进来 右边有一个文字效果 嘿你进来 当然一般阴影啊 反射光阴这个 各位都知道 另外他比较特别的是转换 转换 他哦 可以针对你这一排字哦 你的文字艺术师哦 做不同的变换的一个编排 哦 他有好几种 你呢 如果不知道哪一种 你可以先放着 他会把效果先秀出来给你看 有没有 他会把效果先秀出来给你看 那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指定的是这一个 这边我们指定的是这一个 哦 三角形向上的这个 哦 三角形向上的这个 哦 OK 那这个三角形向上的这个呢 各位呢 你不同的效果哈 你选择不同的效果 他会有不同的控制纽 像我选 我们请各位选的这个呢 他旁边是一个黄色的控制纽 有没有 这个呢 就是可以控制你后面啊 要多小 哦 他是前面高后面低吗 后面你要多低呢 你都可以用这个黄色的控制纽来控制 哦 来控制一下你整个的效果怎么样 哦 所以这边你可以自己去调整他 哦 自由去调整他 哦 OK 所以呢 这边啊 让各位了解一下 哦 就这个题啊 这张图那个投影片啊 顺便的 哦 认识一下我们的 这个古蹟之外啊 也认识一下文字艺术是要怎么用 哦 最后呢 他请各位呢 把这个图片 哦 点一下图片 好 这张图片啊 他请各位做光晕的效果 哦 光晕的效果 18PT 蓝色辐射5的预设效果 哦 点到这张图片 啊 点到这张图片 你要他做光晕的效果 18PT蓝色的辐射5 我们找一下哦 哎 格式点进来 这边有一个图片效果 你家 哦 图片效果 图片效果 我们常做的 不外乎就是阴影 光晕 哦 阴影光晕 哦 那么呢 他可以跟隔壁的东西 有点隔开的感觉 像阴影就是立体感 光晕的话呢 就是可以比较凸显出 你那张物件的造型 哦 好 光晕 18PT啊 那么蓝色 我们看一下 18PT蓝色辐射5 在这里 哦 18PT蓝色辐射5 后面这个 哦蓝色的哦 18PT蓝色辐射5 好 因为呢 等一下呢 我们后面有一张 我们后面要加个背景 好 我们后面要加背景 所以呢 等一下背景加上来 那我们这个光晕呢 就感觉比较隔开的感觉 哦 可以把它凸显出来 好了 最后呢 我们请各位去把它设一个背景呢 建成填满 哦 建成填满 我们来找一下 滑鼠呢 在空白地方 右键点一下 选背景格式 好 那他这次要求是建成哦 好 我们找一下建成 好 上次我们认证考的时候 练习的时候 是还要求建成的设定 我们这边不用 啊 请各位就选 直接选轻度 建成辐射2就好了 啊 我们的预设建成 啊 轻度 建成辐射2 它是橙色的啊 轻度 建成辐射2 啊 橙色的 好 各位 你看一下 所以呢 如果 你这个光晕的颜色 既然光晕是专门拿来 凸显物件的 哦 所以各位呢 你光晕的颜色 尽量也要跟你的背景色 要怎么样 要有凸显的效果 哦 不要太相近 太相近的话 那个光晕有跟没有是一样的 哦 所以这边啊 我们 顺便跟各位呢 介绍一下 哦 那么在搭配上面 各位自己注意一下 好了 我们到这边呢 就先休息一下 一个小时到了 哦 等一下我们再从下一张开始哦 同学那个nodebook可以带回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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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喂 慢慢跑還是跑得完 哈哈 嘿 是太慢了 很慢 這坐起來完全沒效率了 對 我覺得我的 試題應該 比較用背景 一開始就是這麼慢嗎 還是後來才變慢 已經更新了 喔 啊還是這麼慢喔 重過了 那應該是硬體的問題 應該是硬體的問題 好 我再說囉 沒關係啦 我想如果夠用就好了 夠用就好了 可是你可能說那個 跑那個G5C的試題的時候 不會啦 還好 你跑不好太慢 它什麼時候才會變慢呢 通常是顯現在比較高端的軟體 都可以到還好啦 它只要不要跑太高端 像什麼3D的 應該就不會顯現出它的弱點 好 那就好 好 那OK 不會 對 公園 現在還是這樣 ~! 現在還在就好 因為時刻很高 在這年底下 應該輪到待會了 然後? 終焊見 前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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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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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